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唐在其中抢眼的配角 一度超过主角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明星 凭借她性感的身材 给每部剧都带来了不小的话题 那个时候台湾媒体都把她看作另一个即将大火的林志玲 却可惜随唐始终没有大火 这两年因为结婚 更是消失匿迹了 虽然承载了台湾娱乐圈的希望 但是随唐的人生确确实实十分狗血 她曾经红过 这点不可以否认 但是却在平凡的炒作中 自己弄坏了名声 实力演绎不作死就不会死的过气传奇 首先 站出来迪斯科随唐人品 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圈内女星 某期康熙来了曾有人爆料过一个台湾女星 面对镜头尿语连珠 镜头后面眩侣 自小座 人体有问题 虽然当时没有讲出是那一位女星 事后却有人发写爆料 让小S都觉得不爽的这个人 正是女星隋唐 隋唐在内地娱乐圈 虽然 都是一些作品方面的新闻 但是在台湾却是花边新闻八卦不断 其中最著名的一段 就是她和王心灵以及姚元浩之间的安恩怨怨 还牵扯当很多无辜的人物 在台湾可谓是人尽皆知 堪称一出大戏 很多人认识姚元浩 是因为她曾经是王心灵的正牌男友 但其实在很早之前 王心灵也是这种感情中的第三者 因为当时她曾经是红旗一时的系列人妻隋唐的男友 他们交往长达八年 一直纠缠到2012年才正式分手 三分合合已经数不清多少次 2002年 隋唐和姚元浩一位拍摄《急速传说2》而一记生情 没多久就确定了关系 但是八年来却闹出了三次分手 而且每次分手娱乐圈 都有一个相关名人跟着受害 第一次传分手是因为和隋唐走的是飞进的王少伟 传出了两人 因细生情 只是没多久两人诱惑速复合 第二次分手则是因为红晓琳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放羊的心心里的女二号 只是这王先林可不像红晓琳那么好欺负 传出恋情之后 王先林还专门开记者会 澄清过这件事 控诉自己确实有交往 但没有做小三 王先林已经不止一次拍到和姚元浩共同出入爱潮 还做饭给对方吃等细节 而因为王先林的控诉和委屈 隋唐被骂得很惨 隋唐也是把受害者扮演得很好 自己一边陪着姚家吃饭 一边在媒体面前控诉 只能说三个人都是戏精 光是吃他们的瓜 都精彩得像八点道 只是有趣的是 最后隋唐和姚元浩分手 却和王先林维持了很多年的感情 那么这种感情到底是谁的果 只能是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了 如今隋唐已经嫁做人妻了 曾经红吉一时新闻不断的他 这次连婚礼都没办就早早收手了 男方虽然喜貌不扬 却是豪门巨子 家傻挂挂 隋唐已经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生活十分幸福 他还曾经自曝 自己是因为受不了娱乐圈的各种潜规则 才安心去做了全职太太 对于隋唐来说 也是最好的规则了吧 有人朋友人爱 就算以前经历过什么 都已经不重要了吧 PS 本文结束 欢迎订阅多多留言 历史内容更精彩哟